每年敦目远航訓練支隊高雄港都是我們環島航訓的第一站 因為我們左營艦隊跟我們高雄市有的息息相關以及密不可分的情感 我們高雄海洋城市在我們市府團隊用心推動愛河、旗津、西子灣以及博二等觀光集點 到了假日遊客絡意不絕 我們一起在這片繁榮的光景會帶動我們國內環島的參觀人潮 甚至打破以往的紀錄 接下來總共是有兩天的時間來開放參觀 希望我們支隊的官兵能夠盡情的展現我們海軍的活力與熱情 讓我們來參觀的民眾有兵之如虧的感覺 為了讓國人也能夠分享這次光榮與喜悅 各位我們這次的環島航訓後續還會再靠國六個港口 其中每個港口都會舉辦開放參觀以及相關的表演 支隊官兵到了每個點也能夠更認識我們每個地方的一個風情 共同守護以及愛護台灣這塊美麗的家園 我們這次會參與 美麗的歌迷轉 正經台內的四條直線 又代表着大海洋流 一次又一次的航程 让少年可以变成长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海军永远在最前线 宁愿是反应 远去达底的天城战略 守护我们家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